画繁为简,极致优化 大家好,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研究社的分享视频 今天我继续给大家讲 展会中有关接触率的方面的内容 那么接触率呢 在现场吸引这个部分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 关于这个展台设计和展品 你如何通过这两个内容去吸引客户 到你的这个掌位里边来进行沟通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分两块 一个呢 是你的这个POP POP的宣传 一个呢 是你的这个展台上的一个资料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先来看POP 那什么是POP呢 这个有餐厂经验的人应该知道 我说这个POP是个什么意思 那么POP呢 它是三个单词的一个简写 Point of Purchase 卖点广告 那从字面这个意思上呢 也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向这个客人 向来这个 这个从你掌位前面走过这个客户 展示你的这个卖点 那么它的核心目标呢 也非常明确啊 就是吸引客户 走进你的这个掌位 它只有走进你的掌位了以后 那它才有可能 下一步跟你进行一个 深入一个沟通 所以说这个POP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起了一个 两方面的一个作用啊 一个呢 它是把目标客户吸引进来 第二个呢 它可能也起了一个反向的作用 就是把非目标客户啊 给这个排除掉 因为作为餐展的双方来说 不管你是这个 餐展的这个出口企业 还是来这个寻找产品的采购商 双方这个都很忙 时间都很宝贵 那么都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 短短的三天时间 能够接触到更多 适合自己的这样的合作的一个伙伴 但是现在呢 实际情况就是我到这个掌位上面 看到很多这个出口企业 因为都是扎堆嘛 那么大家都在一起 而且这个POP或者这个海报啊 都比较雷同 那这个雷同倒不是说 它的内容上比较雷同 而是它的这个形式上 比较雷同 没有把自己一个突出的这么一个 就是优势点 或者说这个侧重点展现出来 那这可能会导致这个 一些这个好的客人没进来 那或者不适合的客人呢 反而进来了很多 对双方来说都都 这都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 所以说呢 这个我们在做这个 不展啊 关于这块内容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关于这个POP啊 还是要引起一个重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POP 那么这个POP呢 我们通常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总lag来看的话呢 有这么几种 一个呢 是这个展板 一个呢 是海报 招贴 那还有一个呢 是一拉宝 那么至于什么是展板 什么是海报 招贴 什么是一拉宝 这个我在这里就不去细讲了 如果你没有相关经验的话呢 你把这几个词 你放到百度上 百度图片上去搜索 你很快就能知道 这分别指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具体到 这个 这个POP 它如何去设计啊 具体到很细的这个环节呢 那我不在这个地方呢 去给大家去分享 按照这个 我们研习这个课 研习社这个课程框节来看的 只要是涉及到营销沟通 或者说这个 这个文案呢 这种跟客户沟通的技巧啊 那么这个内容呢 都是放到 营销沟通这个环节来讲的 那么POP呢 也不例外啊 我们也放了这一块 那么它是属于什么 它是属于营销沟通当中的 这个平面设计 属于这一块的 那么平面设计里边有很多内容 其中有一块呢 就是这个POP 招贴海报 那么这一块怎么去设计 这个地方呢 会有专门的一个讲解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呢 有一定兴趣的 你可以到时候去看看 这个我们 就是你可以关注 我在这一块后期的相关一个内容的一个放送 毕竟呢 我们并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啊 但是我可以根据我自己这么多年参展的经验啊 包括我自己去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这个平面设计的一些经验和技能吧 到时候回来这个地方呢 跟大家去做一一的分享 当然主要是结合我们外贸这一块的啊 外贸展会这一块的 就其他跟外面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也就不会去关注 那么这里呢 虽然系的内容 我们在那个部分讲 但是这里有一些这个 总的一个设计原则 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从这个POP的 它的一个内容和它的一个排版 你可以从这个相当一个总的原则 也就是说你虽然说你自己 你可能不会去设计这个POP 不会去设计海报是吧 不会去设计伊拉宝 这个你可能会 交给专业的这样的相关人员去做 包括我自己的话去上展 我这个也不可能是自己做啊 我肯定也是找专业人做 但是呢 他做的好不好 那你得有一个什么 得有一个评估标准 对吧 那么他做出来以后 你打眼一看 他是不是符合你这个要求 是不是可能达到你预期效果 这个你一定要 这个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而且很有可能的话呢 这个设计人员啊 他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做的 一般他会问你 你想设计个什么样的内容啊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如果完全提不出你的想法的话呢 那他可能会给你套模板 那套一些他以前做过的模板 这也可能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我在掌握上面 看见很多这个大量的企业 他这个POP 是比较类似的 跟这个可能有关系 那么这里呢 我们看看这个设计原则 一个呢 是从内容上面来看 从内容上面看呢 我个人总结呢 有三点 那么你需要去注意 第一个呢 是图文结合 也就是说这个POP上面 既要有图 那么也有文字 这个是缺一不可的啊 这个内容的话 如果你学过这个广告文案的话呢 你应该知道图片和文字 是相互结合的 是相辅相成的 有时候就是 我看到有的这个掌握上 它的POP 它只有一张图 而上面没有任何文字 而这个是很致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张图片的话 你除非是你卖的是消费的产品啊 但是即使这样 我也觉得你必须用文字 来表达你要突出的一个 突出的一个卖点 买家的如果仅仅通过一张图片 有时候是很难去从细节上把握你这个产品一些突出的一个优势 这个它是很难去把握的 所以说呢 尽量做的是图文结合 那么第二点呢 是你这个图文结合 你要突出什么呢 你要突出你的这个 独特卖点 突出你的这个USB 而不是去突出你的这个企业的这个logo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误区 很多这个POP上面呢 它会把这企业logo啊 搞得很酷 很炫 很突出 但是你要换个角度想啊 你站在买家的角度来想 什么东西是对它最有价值的呢 不是你的logo 它并不关注这个东西 而是你产品的一些信息 这个才是它来参展的目的 你作为我们很多中小企业出去参展的话呢 那么之前我在参展目标这块曾经说过啊 多数人你去的目的什么呀 是销售 是卖产品 打品牌可能只是一个附带的这么一个功能 所以logo本身并不会传达很多 对买家有用的信息 所以你在设计这个POP的时候呢 你要重点去凸出什么 凸出你的USP 而不是logo 你如果不强的这一点啊 那个设计人员的话 它很有可能是反过来跟你做的 因为它可能会喜欢去强的logo 为什么 因为对它来说的话 强的logo它只是一个 设计上的一种变化 对它来说呢 可能会模板化操作 它很容易操作 而且它会给你的感觉 它做得非常好 因为它的logo做得非常酷 非常炫嘛 你可能也觉得非常不错 但这实际上怎么样呢 违背了你去做这个POP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则 那么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语言呢 要精炼 为什么要精炼呢 因为你这个POP 一般来说是海报也好 招贴也好 那是给客户就是很远 很远距离的时候 他就要来看 那么如果你的语言不精炼 你一段话一段话的话 你想想客户稍稍远一点 他就看不清 你在上面说了什么东西 而且的话呢 一般来说你的这个USP的独特卖点 我觉得一到两句话 基本上就能够说清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尽量能够把这个语言呢 做到这个精炼 一两句话就能把它突出出来 就像这个广告词一样的 把你的这个产品把它突出出来 比如说你的这个 你如果想突出你这个产品 比如说你在全球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说你有20多个国家 或者说30个国家 都是你的这个 都是你的市场 那你可以把这一点的放在上面 那你可以写远销 这个比如说欧美 多了多少个国家 等等等等吧 那或者说你这个产品 有一些这种记录上认证呢 或者说什么 就特别就是跟别人去对比 你这是很强的优势 那么你用一两句话 把它体现出来 起来这个POP上面 那客户很远就能看得到 如果说你说你这个产品呢 你说我能不能稍稍多一点文字 你觉得确实 这个如果有客户 能看到你这个POP不容易 你希望能够有更多的 这个信息能凸减出来的话呢 这个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记住一点 就是你从排版上来说呢 还是从内容上来说吧 你不要这个给它是一段话 一段话这样的形式 而是能够把它排成什么样的 就是尽量用短句 然后把它的这个风格上比较宽松 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你写三行 那么每行呢可能有两个短句 那么这样的话 你大概能够写到六句话 对吧 但是这个呢也给人感觉还是非常突出 非常非常明显的 不会给人感觉好像这个一段话 让人看不下去这种感觉 那么这三点呢 我觉得呢 是你即使不是专业的这个设计人员 那么这三点上你从内容上要去控制 对吧 你这个你在审核或者说给设计人员提要求的时候 你这个要跟他说清楚 图文结合 然后呢 你把你的USB提论出来 写成一两句话 告诉他 让他按照你的这个要求呢 去进行排版 OK 那么这个呢 是内容 那么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是排版 排版呢 虽然我们这个 还是不是很 我们虽然不是很专业 这种这个平面设计 但是这几点的话呢 你是可以去要求 就这几点是硬质标 你很容易就能够 让他按照你的标准去做的 第一个呢 是统一色调 那么这个色调呢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pop上面吧 你的这个这个色调 你尽量和你整个这个展台的这么一个色调呢 要相吻合 对吧 你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你不能这个 这个色调不一致 对不对 这会给人感觉会很不舒服 不符合这个审美嘛 怎么 所以说这个色调你要告诉他 对吧 你这个是色调 你的展台 还是这个色调什么样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图片 要用大图片 什么意思 一张top上 就一张这个pop上 你不要想着去多放图片 因为有人说 我难得有一个pop上面 那我多放几张图片 你多放几张图片 表面上看就好像你 你展示了更多产品 但是你很有可能每一个产品 你都没有展示清楚 换句话 这个客户从远处看 一个产品也没看清楚 那反而对他这个吸引力啊 是有限的 所以说你尽量挑选 你最有 你感觉最有竞争力的 你全头产品 因为你每次来参赞 你肯定有一个重点突出的全头产品嘛 你尽量把这个产品的放在上面 用一张大图 把它放在上面 不要用那种 很多小图片 很密集的图片 把它堆在一起 那个并不是太好 所以这个呢 是用一张大 用这个大图片 第三个呢 是用大号字体 这个因为都用大号字体嘛 方便给我从远距离看嘛 这个就不多说啊 第四个呢 如果是英文的话 你大小写是结合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比如说 比如说你这个 有一句或者两句这个广告语 那么你写的过程当中呢 你还站在正常的 我们怎么去写英文 你就怎么去写首字母 大写 后面是正常的 是小写 因为有一些这个设计的 他会给你提出来 是不是要全部用大写 好像说全部用大写 是为了为了突出 这个我个人经验的 你最好不要这么去做 包括我在讲这个外贸文案的时候 也说过这一点 你全部用大写呀 就给人用什么感觉呢 就好像是有一种 举个不下当的 就是好像大喊大叫 大家快来关注我啊 就是你是这么个意思 就你就全部都用大写 这反而有时候这个效果 适得其反 另外有一点啊 你如果说你像有些这个客人 他不是英语为母语的话 他去看全部大写 他会很吃力的 你自己应该有感觉 一个全大写字母的英文呢 你有时候你认解会很吃力的 对吧 那除非是那英语 母语为这个 就英语为母语 这样的国家的客人 那么他相对来都看来好一点 但他也面临刚才我说那个问题 感觉好你在这个大喊大叫 对吧 所以说这个呢 正常的还是按英文 这个大小写 按正常的去写 第五个呢 是字体上来看的话呢 中文的话呢 你就用黑体 英文呢 你就用这个 这个呢 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卧槽里面去看 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啊 这个当然这个也不 这个也不一定要 就是我自己去 我们公司用这个 pop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是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字体在走 最后一个呢 是你不要用这个反白字 反白字你远距离看的时候 应该说我原来看过 有一个反白字 我看了就看不清楚 灯光一照以后啊 你就看了不太清楚 什么是反白字啊 就是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一般来说你这个 这么说就是你的字是白颜色的 底色颜色呢 是这个是是有颜色的 那么你尽量的话呢 如果你这个排排版的时候啊 你尽量能够让它设计呢 不要用这个反白字 关键是怕距离远了以后呢 灯光它这个反光以后啊 看的不是太清楚 当然如果说你说你的这个 pop的底色就是一个深颜色 对吧 那你说怎么办 那我建议你首选的是 用两个不同的这个颜色 去做反差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底色 你的这个pop的底色 那么是主 或者主色调是红色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用一个这个蓝色 那反过来如果是蓝色 你可以用红色 或者说蓝色你可以用黄色 等等东西 就是说你尽量不要用这个 纯的白的这种反白字 去做这个排版 OK 有关pop呢 相关的内容呢 就说到这里 你在做这个pop的时候呢 如果你感觉 有时候还不是很清晰的 那你就还是把握住 唯一一条原则 就是你的pop的目的 核心目标 是吸引客户走进你的掌位 你可以尝试着 从客户的角度 去思考 你的这个pop 放在那个地方 是不是 有很有兴趣 吸引自己 能进入到这个掌位里面来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 所有这些内容 都是围绕这个目标 去开展的 OK 本次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 请不吝点赞 their apprendre Г 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